那再來的話有關那個凍結窗戈 那這個凍結窗戈其實為什麼後面才講 主要原因是因為你們這個還沒做之前 你凍結掉其實沒什麼意義的 那什麼叫凍結窗戈應該大家都有用過吧 就是說因為當你捲動的時候 那上面的那個交叉篩選分析篩影器 它就會被怎麼講 被捲到上面去看不到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說 我當我捲動的時候 我有些要動有些不要動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就有必要用所謂的那個 就是在檢視裡面就有凍結窗戈 那凍結窗戈的話 如果你要一整列凍結的話 你就選一列 OK 一整藍的話就選哪一藍要凍結 那這裡的話它希望我們凍結是哪一個 1到11列吧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捲動的時候 我這11列不要動 那底下的資料要動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凍結上面的列 那你一定要選列 那可是應該選哪一列才對呢 這個地方很重要 你不要選錯了 你想說老師那我選第11列對不對 跟各位講如果你選第11列 那就凍結1到10而已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凍結的範圍 你要選擇的是它凍結範圍的下面那一列 才會是正確的 所以他說1到11 那你記得要是點選第12列 OK 所以特別注意不要選錯 因為如果你凍結第11列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凍結11列 然後你凍結窗戈有沒有 凍結窗戈這邊的凍結窗戈按一下 那你再卷動一下 你會發現 第10有沒有 你卷動的時候 它第11列被跟著卷動了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凍結是1到11的話 記得是12列才對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就取消凍結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要恢復的話 很簡單 你就取消凍結窗戈 它這個時候恢復 那你再去選擇第12列 然後再去凍結窗戈 再去點選凍結窗戈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時候你卷動 記得1到11列不要動 下面會要動 卷動 OK 沒問題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要凍結 記得 如果凍結是1到11列的話 那記得選擇的是第12列 而不是第11列 不要選錯了 那你選錯也沒關係 記得就是 要不你就Ctrl 字一下 要不就是 你再到那個檢視裡面 它這個時候的狀態 會是取消凍結窗戈 OK 這個狀態 你就把它取消掉 重新再設定一下 那如果是針對考試 考試我建議你不要這樣做 我是建議你Ctrl Z 因為如果你做錯的動作 即便你再做對 它有可能會記錄在電腦裡 評分的時候可能還是算你錯 我之前有遇過類似狀況 所以最好你如果做錯 你可以Ctrl Z 記得Ctrl Z就復原 OK 復原一下 好 我們記得選擇第12列 然後把它凍結窗戈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取消就取消 這樣的話 捲動就OK了 你說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基本上 就是說呢 當你在點選某一個 這個學院也好 然後你會發現 它這個地方就馬上顯示出來 那如果這個學院資料比較多的話 那你也可以捲動 那捲動的時候呢 不會影響上面的1到12列 這樣看起來其實